童年时的一场旅途是不是真的很短暂 距离缩短了,时间拉长了,我们迷失了 哈喽大家好,这里是东京行事 今天来到了东姑丽共和国,也就是基普利商店 一进来就能看到一只撑着闪的软胖龙猫 瞬间把你带入童话的世界 澄清的小河,闷热的夏天和爸爸一起搬到乡下的两姐妹 在家旁的一棵大树下,发现了只有好孩子才能看见的龙猫 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看着超级有质感的记事本,没有人不会心动吧 但巧的是,我不记笔记 不仅有龙猫,千语千询女的五脸男,也是相当的受欢迎 我对电影中的一个画面记忆深刻 广阔无垠的大海,缓缓移动的海上小列车 车上的乘客寥寥无几,千询就坐在列车上 而五脸男就默默地陪伴在他身边 我想,人生就像一辆潜行的列车 路途上会有很多站,会遇到很多人 很难有人可以至始至终陪着你走完 说的我自己都快哭了,这还不消费一波 我以情怀买单 超级好看的刺绣别针,不过是盲盒 我的话肯定还是想抽五脸男的 那就看看是什么吧 小眉球也很可爱了 快来这里回忆一下你的童年吧 我是富士军,我们下期见